通常我交屋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 哎你沒有餘地沒有設計師也沒有關係啊 我沒有認識的設計師可以幫你做 所以就叫做二次施工 那消費者怎麼樣 就是說民眾要記得 所謂的二次施工之後施工萬一被拆除 各種責任都在你身上 而不是在檢查身上 那為什麼大家會去買所謂的移工宅 因為它跟住宅 真正的住宅差距不會太大 它大概會比市價大概便宜一成以上 裝潢的費用大概會是 就是你的房下的一成到一成 所以你等於說是把這個價差 就是買純住宅的價差 拿去補這個貸款的這個裝潢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自己可能在貸款上面 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如果說消費者你要購買 這一類的一個產品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想一下 因為裝潢的這一塊 有時候它是不能被戴下來的 所以你在這個資金上面的一個 調配上面來說的話 大家先算一下